小胡,本人51岁,最近要换车 一直在关注新款的红旗S9 四缸机版本和沃尔沃S90 也去开了,也去试驾了,感觉都不错 我想问问你,红旗S9质量可靠不可靠 这辆车,请不行 和沃尔沃S90到底哪个更好一些 请给出你的建议,谢谢 我想问问老铁们啊 如果这两台车让你去选择沃尔沃S90和这个红旗S9 你会选择哪一款,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弹幕 那么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两款豪华轿车的这个三大件 驾驶感受,称呼感受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啊 我们先说一下红旗S9 作为这个国内的豪华一件品牌 中大型轿车 基于重置后驱平台打扰 所以说这款车啊,是个后驱动 有五座版本可以选择 还有这个最顶配有个四座二辆这种 可以选择 动力上搭载有2.0T四缸机版本 还有3.0T六缸机版本 当然了,他这个老哥说要买这个2.0T的四缸机 那我们就对比这个四缸机版本 售价是31万到37万 并且啊,拥有这个L2级的辅助驾驶系统 还是非常不错的 匹配48伏轻混 当下比较流行的 搭载的是一线自主研发的2.0T重置 直奔无论载压放动机 匹配是一个自主研发的七档的四四双离合变速箱 扭矩达到了380,马力达到了252 这个扭矩和马力可以说拉动这个车啊 绝对是 共用的 必须得是个高功率的 毕竟中大型叫车嘛,是吧 轴距是360毫米的轴距 完全符合自己的定位 需要加酒速和汽油 前松叉臂独立形态 后面是T型控制臂独立形态 并且这个材质都用成铝合金材质 全部都是铝合金材质 还是非常非常厚道的啊 有的车不分给它全用成的铝合金材质 非常厚道 这个松叉臂独立形态呢 是寻挂里头最好的寻挂了 成本最高 最佳舒适性最好 能有效的防止轮胎测轻行驶当中 还能抑制这个刹车点头 但是这台车这个寻挂呢 很占用空减去 并且红旗承诺啊 首任车主质保 不限里程 不限年限 质保的就是指这个 神大件 还有定空门块 还是非常厚道的 人家敢这么说 除了最低一配那款 没有通风加热按摩 其余的都有通风加热按摩 还是非常高档的 毕竟是一款这个 偏向于商务型的这个 豪华胶车嘛 对吧 必须得有这样的配置 才高级嘛 最高配 给匹配了这个悬架 软硬高低调节 还有空气悬架 其余的就没有了 再说一下 沃尔沃S90 它是这个 二线豪华品牌 性价比很高的一款 豪华胶车 基于家族SPA 平台打扰 该平台最大的特点 就是模块化 可以示范出 不同尺寸的车型 优惠完之后啊 34万到44万之间 当然了 这个优惠分地区 不一样 或许高 或许低 并且全系啊 都是五座 都是两驱版本 没有四驱版本 并且全系 都是四缸机 并没有六缸机版本 拥有这个 R2级的辅助驾驶系统 匹配 48V轻混 也有 搭载的是一个 横置的2.0T 自分无论加发动机 红全19呢 是重置的 这个沃尔沃S90呢 是横置的 从于发动机来讲 技术来讲呢 还是这个重置的 更好一些 技术虽然更好 但是耐不耐用 又是另一回事 对吧 扭矩达到了 350 马力达到了 250 这个扭矩和马力 也不小 只是扭矩呢 比红旗S9 小了一点 轴距是 3061 两台车的轴距 几乎是相同的 匹配了一个 爱信8AT变速箱 论变速箱来讲 还是这个 沃尔沃S90的 这个爱信8AT啊 好于这个 红旗S9 这个七挡四十双离合 绝对是好于它 首先第一大优点就是 耐久度上 要比它好 七挡四十双离合 优点就是说 热效率高 传动效率高 换得很快 开着 有驾驶乐趣 操控好 但是呢 它的质量 耐久度 它不如这个 8AT变速箱 能调校出 能调校出 非常高的水平的 只有味 甚至它都超越了 它的本家超越了丰田 人家就吃这一套 能把你的东西吃透 调校的就是好 你任何采用 爱信8AT的 都没有味 调校的平顺 调校的这个水平 一物相应物 是不是 同样也需要加 95号去油 前双叉币 独立寻挂 后面是多连杆 独立寻挂 也是非常好的寻挂 前面寻挂 用了铝合金材质 并且呢 悬架软硬高低调节 和空气悬架 需要你花钱去选装 当然有这个配置 还是不错的 喜欢的 那就可以去花钱去选装的 我就要这个舒适度 还是可以的 发动机来讲呢 两台车都不错 都很好 那变重箱来讲呢 还是这个沃尔沃S90 爱信8AT更好 那底盘呢 沃尔沃的底盘也很好 但是 红旗S9 用了大量的这个 铝合金材质 也不吃 所以说 底盘方面 两台车都可以 唯独 差距的就是说 变重箱上差距最大 那么我们就说一下 这两款车的驾驶感受 先说一下 红旗S9 它是定位用 商用 气场很足 那种高级轿车 所以说 它这车开起来 首先很稳 车内隔音 静音做的不错 而且动力呢 也非常足 想要就有 第一说呢 没什么顿车 只是在极加速的时候 二档左右的时候 稍微有一些闯动 顿车 但总体表现呢 还算是平顺的 动力呢 可以说随要随到 由于定位是 这个行政级别的 高级轿车 所以说 它的底盘啊 调整的比较 这个柔软 比较舒适 而且还不是 这种这个沉稳 所以说 在跌波路段的时候 处理的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总体的质感呢 还行 没有达到预期那种 就是说 那种的要求 那我们再说一下 沃尔沃S9 开起来的感受 总体呢 它是那种 沉稳 大气 给一种高级感 隔音 静音 做的特别好 动力呢 也是非常充沛的 尤其是 它的发动机变重箱 调教的非常平顺 让你感觉忘了 它是一款 这个 AT变重箱 而是有一种 CVT变重箱的 这种感觉 非常一流 调控的就是好 底盘的扎实感 隔音呢 都非常稳 非常好 很扎实 非常适合 跑高速的一款车 真的很好 并且隔音这一块 做的要比 静音这一块 要比 红旗S9 做的要好一些 要论内似的高级感 用料做工上 还是 红旗S9 更棒一些 但是红旗S9 还有一个弊端 什么呢 它这个 电控 电气系统 什么车机这一块 什么雨刷这一块 小毛病 电子器件 容易出一些小毛病 这是很多车主 吐槽的地方 就是细节上 凭控的 不是那么 特别用心 所以说 跟这个沃尔沃S9 比起来 整车的质感 还是稍稍差一点的 那有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再来过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 和相反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 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